其國民黨中央在今天舉辦 新科立委座談會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說 由韓國瑜來當立法院長 是大家的共同心聲 我們來看看稍早的談話 至於大家關心的 不管我們政府院長的事情 黨團的選舉 我們都一定是秉持最重要的 大家一定是清清白白 國民黨一定是清清白白 我們要改革的政黨 一定是清清白白 實實在在團結一致 絕對不容許任何的金錢 或權利的交換 我再一次呼籲賴清德主席 你已經當選總統了 如果今天委員長 在動用任何的權利的交換 金權的利益 你就是要搞爛台灣的民主政治 就是未來台灣民主政治 會成為國際的笑話 過去你在台南 現在的台南 絕對不容許 發生在我們的新國會 我們大家就秉持這樣 清清白白 我們實實在在 團進團出 我們一定秉持這樣決心 每一位都是我們一家人 每一位都是自己的同志 我們大家秉持這樣的決心 什麼事情都可以溝通 什麼事情都可以解決 我今天特別要謝謝韓國瑜委員 這邊是大學長 真是大學長 我們再講大學長 我們大學長 這一段時間 我們他擔任 我們部分居第一名之後 在全國各地補選 也真的 大家都對他非常的肯定 我想現場的呼聲最大的 都是給我一個院長 韓國瑜 我想這個是大家共同心聲 所以我也希望 當然要尊重大家 但是我們希望我們共同 讓我們的打 能夠再凝聚 大家能夠團結 最後我們共同真正的目標 是迎接新的國會 不是只有2月1號那天的挑戰 我跟大家報告 我也擔任過立法委員 建廷兄也擔任過立法委員 我們都擔任過立法委員 我們很清楚 接下來的挑戰是每一天的挑戰 不管在各個委員會 在院會 在各項的質詢 各項的聽證 甚至各項的調查 每一件事情都是公榜 希望我們大家一起發揮團隊的力量